看到TVP曾经在香港最大的电视台 拥有最大观众群的电视台 曾经在全球华人社会影响力极之深远 一个商业电视台 现在变成一个染红了的PK电视台 怎么扑街呢 TVP叫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裁员350人占员工一成 为何会裁员呢 半年来示威活动持续 影响他经济衰退已成定局 广告界电视报纸都无一行免 我曾经说报纸肯定的 一定无一行免一电视 看回这里就说他开展一个网络电视 和网靠平台 但是他那个广告收益就不断下跌 观众群不断下跌 为什么会不断下跌呢 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大的主要原因就是说 网络世界 网络世界 现在你听到我说话 是不是 听到我说话 在这个Google 在这个YouTube频道 我都去说话也有人听我说话 证明这个网络世界是影响了传统电视 这些传统电视 这个叫做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他相关的电视 你要迫着迫着看他的广告 但是在YouTube上面 你可以飞广告 是吧 可以自由很多 甚至不可以飞广告 你不喜欢看 你可以比如说 比如像我这样的 比如说十几分钟 你不喜欢听就飞 一直飞 都可以的 这个自由选择 你看看第二个流失观众 广告收益 这个最大的致名就是TVB 染红和这个叫黄色经济圈 黄色经济圈就是说 只要在TVB下广告的商品 市民都会败买 是吧 说过这件事做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黄色经济圈看到了 现在杀伤力有多大 影响了这些 现在这个真是叫做CCTVB 你看看一样东西 就说现在CCTVB 你看看他财源 甚至他现在的股权 即股东 都开始有一个叫做震荡 震荡 你看看TVB 染红 染红 染红的历程是怎样呢 TVB大家都知道 现在股权的代表 叫陈国强 董事局主席 第二是黎瑞光 黎瑞光是什么人呢 你看看黎瑞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看股权变动 发生什么事呢 发生在2015年4月 这个叫做黎瑞光 这个叫做黎瑞光入股 这个无线电视 黎瑞光看他的资料 是什么人呢 正党中国共产党 正党中国共产党 等于这间电视台有多红 有多红 进去之后呢 看回了 进去之后 到2015年4月 通讯局批准陈国强 牵头的财团 叫做Young Lion 将部分股份转让给黎瑞光 旗下的华人文讯 即是这间公司 普权变动 陈国强仍然 在这里说 持有26% 具表决权的股份 即是说表决最终的 最终表决的控股人 这里看回了 26% 这里26% 是不是真的他呢 真是陈国强 所有呢 看回资料呢 这26% 陈国强占6% 最大股份是黎瑞光 即是说黎瑞光 有多少股份呢 有79% 第二大股份是黄瑞光 是黄瑞光 黄瑞光 黄瑞光 这就是黄瑞光 黄瑞光 也很重要 中国共产党员 黄瑞光 就是台湾 台湾人 台湾叫做富商都好 这个黄瑞光 都很红的 怎么红呢 这个黄雪红有个HTC HTC其实是智能手机 他的智能手机曾几何时 这个智能手机都占市场很大份额 然后逐渐走下坡 逐渐走下坡很关键黄雪红说过一句话 HTC智能手机是中国人的品牌 老实说就有人开始杯葛 一说过就等于你染红 现在说到中共等于中国 就是等于染红呢? 商人就是染红 股权的分布就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陈国强和黄雪红说卖股份 等于黎瑞光可以控制大局 控制大局 这个是否CCTVB呀? CCTVB讲到明 他就说会去大湾区发展到香港呢 就是说现在那个示威 就是那个情况呢 就是不是那么明确 大湾区 就是最好将香港这个牌 交出来 电视牌交出来 就直接在深圳和以北那里整个总部咯 再说回TVB由城转秀 TVB最盛的时候呢 现在你看看他裁员350人 就是一成的 就是有三千多人 最多人的时候就有五千多人 五千多人变成三千多人 一路收缩 就知道这间公司没人走的啦 就是管理层出了问题啦 首先电视都叫做艺术 什么艺术都好啦 你电视跟着你给这些这样的红色资本 搞到残了 是吧 最终等于染红PK咯 是吧 染红PK 那你再说回一样东西啦 那你最实际啦 就是看回他那个股价 你看看这个黎瑞江是2015年入股TVB的嘛 TVB你看回他的股价啦 这个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511 那股价你看回十年内 它的股价最高的时候 去到这里多少钱呢 即是说54元 55元啦 那你这儿是2013年喔 那到2015年入股 这个红色资本入股的时候 之后呢 股价一直一直插 插到现在只剩11.8 11.9啦 那你看回啦 红色资本 这些红色资本 又要想回另一家电视台啦 那家叫做亚氏 亚氏 亚氏呢 就是说讨论着电视牌照嘛 一路一路发这个新电视牌照嘛 他没有问题 他就照发咯 接着入股亚氏之前很豪气 他说要将亚氏打造亚洲CNN 接着一路去到进去啦 入股亚氏之后呢 他呢 就说对这个发这个新电视牌照呢 就有意见 就叫停止发这个新电视牌照 就等于跟着令到亚氏那时呢 没有粮出拖粮 就是这样啦 每方月下 你看回这些红色资本 说就天下无敌 一入到这些公司 运作、营运呢 就搞到乱局四起 现在TVB都一样 被这些红色资本搞到乱象四起 TVB才被打到没了气息 你看回一样东西啦 阿氏后面之后拖粮 拖粮很多风波啦 跟着阿氏有个高层说这些说话 就是说出粮就不是问题 就是说公司发展才是最大的主要目的啦 跟着员工说你不是这么说话 你这么说话就立刻去打制咯 就是阿氏的时候 开这些跟员工开会嘛 就是为了出粮问题 没有粮出来都浪费的 没有粮出来跟你做事 打制回家啦 所以你看回TVB步入阿氏年代 就是会不会拖粮呢 现在裁员之后会拖粮呢 真是不出奇的 因为这些红色资本嘛 红色资本它在中国里面 可以呼风唤雨 你看回黎瑞江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经常都说有党你有今天 加入这个所谓中国共产党 你就真的可以裁员滚緊来 怎样消钱都可以 但现在就没这些敌可以吹了 现在看回中共是缺钱 缺钱周围都挖水 你再讲回TVB现在的局势啦 跟这个黄色经济圈真的有关的嘛 你在里面卖广告我就杯葛你咯 黄色经济圈讲回少少黄店那些东西啦 黄色黄店是怎样分类呢 首先讲回黄店呢 黄店你看到这张单里面 都是吃一些叫车仔面啦 单里面最明显就是见到这样东西了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这张单这间店呢 就不是说一张单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它是Random的 因为我吃过都好几次 这张单就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之前吃那张单就是什么香港人反抗 接着我看到第二张隔离台那些 就是有愿荣刚归香港里面的歌词 就是香港各个就是这样 就讲回这些黄店呢 黄店里面呢 可以讲有些中间店的表态呢 就转黄 要大家注意 为什么我 即是坊间有些APP呢 有些网友问哪个APP好呢 你就自己找咯 因为有些APP里面去推介一些黄店呢 它是中间店转黄的 那我试试去找咯 我跨区去找的 那去到了 去到 即是拿着地图 都找不到 问人了 问人 接着听人 接着问人了 接着要走上一条斜路 走上一条斜路 接着呢 在山边附近的隔离的 即那条那里呢 就不是多人 人流不多的 但我想人流不多 一定不用排队啦 试着光顺了 真的不用排队 但是里面呢 都已经爆了八成的 那问题来了 这些黄店呢 这些中间店转黄店 或者黄店呢 它那个面积 都是一些叫小店来的 小店人多呢 人手不够 员工不够呢 出现一个叫做 语气呢 即未必接受得到 即好似一般茶剂那样 有些就是摆杯水 摆杯水啊 或者摆杯面呢 即那个态度呢 就这样放下来 他们就是这样 真的人手短缺做不切 甚至那些黄店 即中间店转黄店 他为了生存 可能那些员工 真的不是黄底呢 是男底呢 那我这间 其实呢 我去过跨居也好 去过一些黄店也好 特别是这间啦 这间 甚至那些黄店呢 里面呢 都有些日式餐厅 日式餐厅 里面呢 有些poster 前线的照片呢 是拍着前线的画面的 前线画面你也知道啦 一张一张 那样 在里面呢 播香港国歌啦 圆榮光归香港的 都很舒服的 那这间黄店呢 也都是的 也都是门口呢 有些年龙墙 被人写的 当然啦 没什么人写的 门口写着 也都有一些年龙墙的 每个店铺经营呢 都是一家人来的 那进去呢 就好似好过回家 为什么我说好过回家 很亲切啦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如果 譬如你大了 有些家庭成员 分开了结婚 分开了住呢 你要聚在一起呢 喝茶呢 喝茶呢 那有时候的意见 就是证件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肯定的啦 就好像我那样 之前呢 这个运动之前呢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 都有家庭聚会的 就是和那些兄弟姐妹 约出来呢 就是喝茶啦 但是自从 这个法人种种运动开始呢 由一个星期见面一次 变成一个月才见面一次 就是有时候都不想去的 就是免得 有时候不说不说 有时候酒楼你都知道啦 是吧 酒楼或者餐厅 就是开了电视 就拍着画面 那一定有人说的嘛 会咬到是这样 就是咬到大家证件不同 就是连 其实你吃东西呢 老实说是减压的嘛 是吧 就是吃东西呢 就是我自己的心态 不是去哪间食店吃 是和哪个人吃 是吧 你和一些证件相同的人 一起坐在呢 那些东西呢 特别好吃的 是吧 好像等于这间店铺 我那些车仔面呢 是很好吃的 还有这个老板 这个真的老板很亲切的 很有礼貌的 真的 他店呢 他店不是大 但人手都不是多的 但是真的很有礼貌 可能真的同声同气啦 那说回 就是说回 補充这些黄店 大家去黄店的经历呢 他进去黄店 帮衬呢 都是个帮衬心态 不要说特别说 喂 我是自己人 那样 想要求多些 是吧 你帮衬 就是大家 就是大家宽容一点 是吧 就是不会有一个叫做 不愉快的 那些气氛 就是说现在这个TVB 这个红色 这个真是CCTVB 你看那个黎瑞光 真是中国共产党员 你看这个红色资本 黄色经济圈 黄色经济圈 就是说它的威力是多大呢 你说这个CCTVB也好 其他电视台也好 都是经营困难 甚至报章都是经营困难的 所以迟些这些电视 这些报章 都是很快走进博物馆的了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讲完